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为什么会发酵的非常厉害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实学办这项政策是一直有深意 一直就是非常具有争议的一个政策 包括就是山东大学在在就是前几天他所发布的这样的一个列表 就是列表当中就表示就是包括南京大学还有其他的几所大学也都曾经实施过学办的这样的政策 那么我回顾当回顾过去的新闻呢实际上包括类似的几所学校也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争议 这样的这样的争议呢为什么会引发争议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中国的中国的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人也就是不公平的嘛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比如你出生在一个非常差 你出生在一个非常差的家庭里边 那么你周围呢又是那种非常烂的乡镇学 非常烂的乡镇学校 那么你就只能那么你就只能凑合着读啊 你就只能凑合着读 凑合着读 乡镇学校都是一些非常非常烂的同学 但我们不能排除乡镇中学是有好人 但我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就是说道从道德方面来讲 或者是叫学术学业方面来讲 这些都是有好人的 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 他们大多数人不是好人 这样的话你在乡镇中学读 你的成绩烂然后你就会一直烂下去 也就是说在中国你的人生 只要上只要上了一个乡镇中学 那么你的人生就 不能讲九趴吧 至少是七趴十趴 十趴里面有七趴 你的人生你的人生从此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 你就只能一直乡镇中学 然后什么乡镇高中乡镇高中之后 然后考那种什么非常烂的大专 然后大专那种大专就是专科嘛 中国的那种专科 然后里边都是非常烂的人 你就包括很多人的童年实际上都有这样的一种阴影 学校老师家长呢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老师重谈的问题了 就是学校老师家长呢就告诉你 不要谈恋爱你要好好学习或者是怎么样 然后就是你当你真正的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 你就会发现在你当中的在你生命当中的某一部分是缺失的 但讲了一些我们还是要回来 也就是你会发现对于三大学办这件事不同 不同 不同 受教育程度不同 然后社会阶层不同的人 对于三大学办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比如说一个很差的同学 然后他不能讲是一个很差的同学 也就是一个就是家庭条件家庭条件很很不好很差的同学 然后他呢他他他含心如苦 然后就是拼命努力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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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山就是说哇山大山大这是山东省最好的学校了 然后哇我哇我有一天他终于发现考到学大了 再考到那个山大了 然后呢考到山大之后 他他就会发现他就会发现隔壁的就是说留学生呢 隔壁的留学生呢 就是明明明明明就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成绩 就学习成绩比他差好多 然后依然依然也进了山大去享受山大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资源 那你说他能不他能不生气吗 但但只是呃但这这边只是举了一个就是家庭条件非常差的同学 那么他如果考到山大之后 他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想法和状态 在日常你保持一个GPA是多少啊 比如说日常GPA是4.0 呃或者是4.4.5 5.0好了 呃反正就是GPA很高嘛 然后呃你你其中期末考 然后要保持一个很高的分数和能果 和你要达到这个门和你要达到这个门槛才能进来 突然你考呃比如说你考九你考满分一百分你考九十分才能进入这样的一个门槛 那么别人可能可能可能二十分只要跨过二十分的这样的一个门槛就能进来 那那换做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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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一个人他们都会生气啊 这这这其实才是人之常情 不不生气才不是人之常情 就比如说有些五毛然后他就 呃他他为什么会觉得中国很好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可能是出生在一个很不错的家庭 然后在这个很不错的家庭里边呢 呃他把他上学找关系 然后找工作找关系 然后将来毕业买房买车 然后呃介绍对象都是找关系 父母都已经帮他摆平了嘛 我们再回到这个主题呢 那就是为什么大家对山东大学的学办这件事情的看法争议非常大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 就是公开不公开不透明 如果这样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个完全信息公开 政府会被接受监督有有自由有民主的国家 我想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 但是正是因为这事发生在中国 那么我想不管对于学办这件事情态度本身如何 那么最大的争议实际上就是因为中国没有民主 中国没有自由 也自然没有信息公开化 那么大家自然也就会争议很大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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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